大型賀稅活動2024年農曆新年花車會演 將於年初三2月12日 近年初八2月17日 分別在中區及北區舉行 1月18日 旅遊局及活動協辦單位 支持單位 贊助機構的代表 於澳門路由塔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活動相關內容 今年會有15輛的花車 亦是各具特色 亦會聯同本地、內地、香港 甚至海內的活動隊伍 去送上幾名歡樂過言的獻禮 今年的第一場花車會演 竟然會是現初三聚人 但我們將會首次延伸我們的巡遊路線 去到滿園碼頭作為我們的終點 並且安排一些精彩的表演 另外我們連初八第二場的巡遊 亦會調整了我們的起目點 改成我們視訊室大學 和視訊室教育中學第六校 那裡出發 今年花車會演 還包括文藝表演、花車展覽 及仙相遊戲等精彩內容 花車會演大概是3,300萬 比起去年大概升了25%左右 因為大家今年也看到 外隊方面是多了 今年花車會演 竟於年初三 2月12日晚上8時 在西環湖廣場舉行盛大開幕式 當晚花車會演後 亦將上演首場煙花表演 除了花車會演外 旅遊稿亦將舉辦 歡樂春節 2024年龍騰舞躍河新春 社區巡演 以及歡樂春節 龍馬精神 煙花會演 將一步展現 澳門旅遊家城市的多元內含與魅力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